欢迎回来 在最新选情方面 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明天 蓝营在7月23号的全代会 而且关注的重点就在于说 在全代会之后 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消除杂音呢 这个全代会呢 就是国民党第21届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全代会 23号在新北体育馆要登场 那么这个主视觉 像是这样子看到了 这个主轴呢 就是政党轮替 台湾更好 而且聚焦备战 总统跟立委大选 明天会出席的 那么在蓝营这边呢 县市长几乎是全员到齐 营造的就是一个团结的气势 不过现在从客观的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似乎国民党还没有办法 很笃定的说 这个政党轮替 他们有非常多的筹码 因为刚刚提到了 党内还有一些杂音 说的就是换猴的杂音 所以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在明天7月23号 这个国民党全代会 结束之后 而且确定了就是不换猴 那杂音是不是就因此而消除呢 孝雄 其实当然你对国民党来讲 他现在台面上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是因为 现在侯友宜的支持率 好像拉不起来 但是我觉得以现在这样一个客观形式来说 你现在要换猴真的会产生的影响 绝对比不换猴还要来得大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 那现在要掌握的一个 当然很重要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氛围 就是政党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 现在民众党跑在 感觉起来跑在比这个国民党前面 但是我自己觉得 看这么多年 虽然说我自己不是跑政治的这样一个记者 但是军事也算是政治线里面 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的脚步 或说它的步伐 可以说是非常的紊乱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还是在内耗中 在耗损实力 并没有针对目前民进党 最需要去痛扁的这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提出自己的这样一个主政见 或说是主要的这样的意见轴 然后往往就是要陷在一些小事情上面 比如像之前的新北市的卫要案等等 事情就陷在这上面 然后疲于应付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未来 应该要快点摆脱掉这个换猴的问题 而且明天像韩国瑜也同意 那个要出席这个全代会等等 我觉得这是对国民党来说 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的一个好办法 那当然像郭台铭的话 他其实以现在来说 之前的这个民调也说 他如果真的也跳下来参选 拉的会是科匹的票 而且他大概可能会是四个里面 大概相对来说可能是敬陪莫做了 这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政治上来讲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种变色龙 会觉得是你这个人讲话 没有办法信守你的承诺 然后随时变变变变变 那你将来如果真的上了大位的话 再继续这样不停的变的话 那对于民众来讲 会有太多不确定性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说 就是要设法能够对重要议题提出自己的 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证件跟想法 然后呢让党内凝聚共识以后 我觉得后面来讲 他的那个选举步调才会越来越稳当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明天确定会出席 确实是有一个指标性跟象征性的意义 大家也在关注说明天的国民党全代会 到底有哪些大咖会出现 那在画面的右上方 你可以看到是王金平呢 他不会去 因为呢他说半年前他就答应了 答应中部地区的一场大型的 祈福法会的主寺 所以他无法出席 倒是韩国瑜刚刚我们提到了 他会出席723的全代会 那么外界也在关注就是说呢 那他跟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也是侯友宜坐在一起 是不是代表说这个韩上侯下 没有希望了 没有任何一点的机会了 前立委林玉芳也研判说呢 明天韩国瑜会出现 可是呢也许动作不会太大 因为呢韩国瑜可能会考量 曾经在科批 在他任内的时候呢 当过这个北农总经理 所以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但我也看到最近其实包括了 进办的执行长金普聪 他去了中南部 拜访了云林张派的掌门人张荣卫 其实明天大家关注的就是 到底这个团结的气势 能够营造到多大的程度 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呢我一直想说 这个反正明天是国民党的 他的一个所谓提名大会嘛 我想说就是也很笃定的 就是侯友宜先任他会代表 不会换了 不会换了 确定应该是这样子 那此外呢我觉得就想到 其实国民党的总理叫 这个孙中山先生 他的遗嘱说革命三位成功 同志仁虚努力 还有一个讲卫谁讲的 团结真有力 对不对 大家要团结 那我是想这部分 就是说其实看起来呢 你看这个 像卫主是台湾民众的 对民众 对但是我们都是讲这叫团结嘛 对不对 所以台湾称为所谓的这个国父嘛 那我应该是这么看啦 看这个问题啊 那当然其实就我看起来像去年的九合一 那选举其实国民党他掌握了十四席的这个县市首长 其实就天时地狱人和 其实这个仗打着这样子 我觉得一个问题就不能团结 不然你想说一个县市首长 他就能掌握这么多资源 对不对 从县市首长到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乡镇 乡镇市区等等这些 他没有弄就是现在变成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一个字团结啊 那我看明天的这个状况 刚好这个王金平呢 他说他跟神明有约 我说不能来 那这是 所以我想说要来不就来了吗 那用神明有约 那当然其实他有他的考虑 我们也不以致敏 只是说明天我讲韩国瑜 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因为明天的被造王的 被造王的事是侯友宜 所以我想说侯友宜 那个韩国瑜他大概也不会有态度的动作 所以我是期待呢 这明天呢其实我觉得生事是很重要的 希望这个只要去的人一定都要是很热情 不过提到团结啊 就是说像刚刚文家老师提到 就是说你要团结的话 你必须要整合所有的非绿的阵营的力量 其实就是在讲郭台铭 郭董啊 因为7月21号呢 有记者就问郭董说 他当选之后会不会彻查弊案啊 结果他的回答是说 我民调这么低怎么当选啊 爹不疼娘不爱的 只有中间选民努力不够啦 所以提着国政牛肉不够被接受 可是他也没有把话说死 因为他没有承诺他不独立参选 现在还是有变数啊 但大家也看到是郭董有没有可能 真的就是像之前也传的 是说跟柯文哲柯P合作 郭柯真的不会有合作的可能了吗 好这问题的答案呢 我想是只有到时间才能看出来 我想过去的柯文哲柯P他的名言嘛 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越少越好 在国际间这样子 在国内也是一样 所以他跟郭董过去是朋友嘛 这基本上还有海市三盟的一夜的情缘嘛 那么另外他跟侯市长也是好朋友嘛 过去双北行政所上常常互动 所以我想柯文哲是抱了一个非常open mind的态度嘛 他这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态度 所以问题问到说 假如说有人说郭董 郭台铭 到底在这场选战之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个人那天听到一个朋友讲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一个比方 他是就像链鱼啊 链鱼啊 企业的一个故事就是一来的鱼 鱼般都不懂 一个链鱼吸起来 链鱼虽然不是主体鱼 把几个鱼搞鸡飞狗跳 所以你看郭董加入之后 那目前的过程还没走完 可是看其他各党的候选人 拼命在这往上出 那当然现在看到说 真的像刚刚大致讲的 你也许在723之后 还不见得看得到完全杂音就没有了 那这两天也看到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们就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民调 跟总统大权有关的 其中有一个显示说 20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 提到了郭董 有大约4成2的人是乐见 郭董这个独立参选的 4成3的是不乐见的 所以呢也就是乐见跟不乐见 郭台铭郭董参选的人是旗鼓相当 几乎是不相上下的 那么游应龙就是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他就说这个乐意看到 郭台铭独立参选的人 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当中他们的分析看到了 包括一群很可观的民众党的支持者 还有中性选民以及有四分之一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所以可以看到是支持郭董的这些人组合是蛮多元的 好那撇除当中看好戏心态的这些人 我想请教华球兄 真正希望郭台铭选到底的会是哪些人 然后您觉得KMT就是国民党的全代会在举行之后 你觉得郭董的这个参选动作还会持续吗 这个问题我们先看 郭董那句话讲得非常值得思考 我名料这么低怎么当选 而不是说我名料这么低怎么选 不一样当选跟怎么选 完全是两回事 表示这句话他已经留了伏笔 什么伏笔 当选怎么当选 而不是说我不选 所以他还是会选 有可能 我认为可能性是有 那支持他会想要选的大概两种是 一 三粉 哪三粉 韩粉 一部分的韩粉 第二个 赖粉 就是民进党的 第三个 科粉 这三粉如果他能够把它集结起来 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 那他继续要独立参选的可能性 就有第二个 抬教的人 抬教的人很多县市的议长 他尤其中南部的这些议长 都挺他的人大有人战 但如果不是这个状况 金小刀也不用远赴到云林去帮张荣卫的孙女庆生 带了一个蛋糕去 然后席间都没有讲说 拜托帮这个朋友一个人 没有 这当然就是 但他彼此心照不宣 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再回过来看郭台铭和我认为 他不想现在把话讲死 两个保持弹性 第一个不选最大 第二个这么低的民调 我提了这么多人都不够被接受 所以呢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